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来到马克时空 今天来聊聊世界最富有的两个男人 马斯克对阵贝索斯 竞争商业太空旅游的话题 前首富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 2月初宣布将现任首席执行官转任执行董事长 他还说将会投入更多精力在贝索斯地球基金 航天公司蓝色起源以及媒体和慈善事业上 与此同时,现在的世界首富马斯克的SpaceX也宣布了 将在年内首度推出乘客全是一般人的绕地太空游 由科技业义丸富翁埃萨克曼领军 他还打算提供一个名额给抽签中奖的幸运儿 马斯克和贝索斯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两位富豪 不过可能大家还不知道的是 这两个人在太空事业上也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长途赛跑 SpaceX这家公司就不多介绍了 开启了私营航天的新时代 只能用牛来形容 有兴趣的观众请去看看我第二期的影片 但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 其实贝索斯这个弄购物网站的光头哥也是个航天爱好者 也创建了自己的航天公司 名叫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而且蓝色起源成立的时间是2000年 比SpaceX还早了两年 蓝色起源曾经挖过SpaceX的墙角 撬走了SpaceX的技术骨盖 这让两人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SpaceX内部 蓝色起源被戏称为币欧 就是糊臭的意思 公司甚至设置了邮件过滤器 滤掉所有带有Blue和Origin这样的邮件 防范蓝色起源来挖人 马斯克和贝索斯都希望通过降低火箭发射成本 让更多人有机会飞向太空 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 两人在火箭回收 载人航天 全球卫星通信等业务方面多次发生摩擦 每当获得重大里程碑式的成就时 马斯克和贝索斯就会在社交媒体上隔空互怼 一次次纯舌之战 也就是两家企业白热化竞争的缩影 两个争强好胜的富豪对于打口水仗乐此不疲 对他们来说 对手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 也在激励他们加快实现梦想 在商业载人太空旅游方面 目前主要有三家公司有实力竞争 其中SpaceX玩的最高端并且大幅领先 在2020年已经两次送太空人进入国际空间站 伊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创办的维珍银河 也已经完成了两次真人是非 可是最早创立的蓝色起源 却到现在都还没有送过任何真人上天 在2月1号 SpaceX已经宣布预定今年首度推出 乘客全是一般人的绕地球太空游 到目前为止 能上太空的都是专业宇航员 SpaceX表示在几天的旅程当中 太空人每90分钟就能绕地球飞一圈 旅程结束后 太空船将重返大气层 降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侧的 墨西哥湾海面上 这次旅行将由伊万富翁 埃萨克曼领军 他将与其他三名素人太空人一起 进行这趟为期数日的太空旅行 其中一个人是通过抽签选出的幸运儿 他们要事先接受SpaceX的商务太空人训练 也要了解轨道力学 并接受压力测试 还要训练在微重力或零重力的环境下 如何行动 就在2021年1月26号 休斯敦的初创航太公司 公里太空宣布 2022年1月将利用SpaceX的载人龙飞船 将一名前NASA宇航员和三名普通人 送到国际空间站待上几天 这个被称为AX-1任务的四名乘客 包括一名前NASA宇航员作为指挥 还有一位71岁的美国企业家 一位加拿大投资人和一个以色列商人 这是首个完全私人的轨道太空任务 据报道 一张船票价值5500万美元 三名富豪并非去太空看热闹 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任务 代表合作机构在太空开展研究 这趟太空旅行为期十天 包括两天往返 以及八天待在国际空间站 体验微重力环境 观赏地球 AX-1原定于2021年10月之行 不过最后被推迟到2022年初 马斯克认为商业太空旅行能赚钱 他估计除了NASA的任务 未来SpaceX在太空旅行市场每年至少会有一两单生意 而这个生意将会给公司贡献10%到20%的收入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微真银河 微真银河在2004年成立 现在募款已经超过10亿美元 并在2019年10月28日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 成为人类史上第一家太空旅游上市企业 微真银河的太空旅游设想是 用有四台发动机的定制飞机带着太空飞机到高空投放 然后用火箭发动机把太空飞机推到上百公里的次轨道 在体验数分钟的失重状态后返回地球 微真银河的太空飞机一字客载两名驾驶员与六名乘客 2014年太空飞机在进行第四次测试飞行时意外坠毁 造成驾驶员一死一重伤的惨剧 这起事故让微真银河的太空旅行之梦蒙上一层阴影 微真银河没有气馁 终于在2019年2月首次把飞行员和试飞乘客都送入太空 还让乘客解开安全带感受微重力状态 正式展示了太空旅行的可能性 虽然2020年的测试又失败了 但2021年2月太空飞机2号将再次测试 微真银河也希望今年能真正送付费乘客上天 体验微重力太空旅行 微真银河的太空旅行只有一个多小时 门槛比较低 一张机票要价25万美元 虽然有风险 但目前仍有超过600名顾客已经预约排队 光是预角的定金就可创造1.5亿美元的营收 反观蓝色起源步履缓慢 还停留在无人飞行器新谢珀德火箭的试飞阶段 蓝色起源宣称预计在2021年2月发射载人的火箭 让太空旅行项目展露曙光 马斯克和贝索斯的口水战不断 SpaceX和蓝色起源之间的竞争也没停过 2013年 NASA决定拍卖肯尼比航天中心39A号发射平台的使用权 这个LC39A发射平台说来话长 在人类航天史上地位冲高 鉴于1965年的LC39A 原本为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而建 见证了人类登陆月球的壮举 上世纪70年代末 该发射平台经过改造 为航天飞机的发射提供服务 又亲历了航天飞机时代的崛起和落幕 有过成功发射经验的SpaceX最先对LC39A表示了兴趣 随后蓝色起源也加入了竞争 当时蓝色起源并没有任何发射经验 对此马斯克非常不爽 批评他是制造假的阻挡政策 最终SpaceX取胜 2014年4月与NASA签署了20年的租约 2014年的时候 SpaceX在研究火箭回收技术时 突然发现蓝色起源已经在2010年就注册了相关专利 换句话说 SpaceX如果要使用火箭重新点火 垂直降落回收的技术 就要向蓝色起源支付上千万美元的专利费 SpaceX当然不会干了 就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举证 日本发明家早在1998年就发表过相关技术 最后成功撤销了蓝色起源的这项专利 2015年10月23日 贝索斯宣布蓝色起源公司成功进行了第一次火箭着陆实验 当年的12月21号 SpaceX的第一级火箭也首次成功着陆在陆地上 然后在第二年4月又成功降落在海面的舶船上 2020年10月13日 蓝色起源率先实现了同一枚火箭七次发射及挥收的记录 同一个月后 SpaceX也实现了一箭七飞 其实蓝色起源的火箭试飞非常有限 总共只有十多次 而SpaceX已经成功发射了一百多次了 而且蓝色起源的火箭只飞到100公里高度 然后释放载人飞船降落回地面 这样的发射难度远远低于SpaceX的入轨发射 因为蓝色起源的火箭只需要3马赫的速度 而SpaceX的入轨发射需要30马赫的速度 整整高了10倍 SpaceX不断高效成熟常态化的进行火箭发射并回收 使圈内外普遍觉得SpaceX才是真正娴熟掌握火箭服用 回收技术的头号私人太空公司 真正意义的太空先锋 从事私人航天事业 像是贝索斯的一项业余爱好 而马斯克就不同了 好像他创办的所有公司 都是围绕移民火星为最终目标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于私人航天的话题还有很多 我们以后接着聊 如果你有什么反馈和建议 请给我留言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转发 咱们下期再会